謝謝 羅霞高達 今天 首先 我要非常感謝 國泰華大學的人權研究中心 我們的派課主任 包括 我們國泰華大學人權研究中心 台灣研究的講座 我們的安德瑞教授 在場有我們台灣駐 我們加拿大我們的曾大師健康 還有現場所有的歸屏好朋友 健康的台灣民眾親親戚 大家好 很高興 今天 台灣國家人權委員會 能夠有機會到我們加拿大 再一次 來跟所有的鄉親 還有關心台灣人權的好朋友見面 我非常高興 昨天晚上 我碰到很多 我們過去的好朋友 他告訴我 我上次 在歐太寶跟我見面 是1992年 已經是30年前 30年前 在這個中間 我有機會在加拿大 不沒有打過太寶 可能是在溫哥法 可能是在討論投資 不過 總是覺得 看到我們台灣的台灣鄉親 包括關心台灣所有的學者 對台灣依舊關心 給予台灣最大的支持 鼓勵 我想站在台灣的立場 站在台灣人的立場 我真的非常的感動 跟感謝 第一 謝謝海外的學者 支持台灣 對於認同台灣追求 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 因為我們有共同這個價值 台灣追求民主 這一條路 雖然很辛苦 不過 我會覺得這個價值 值得我們努力 付出更多的一個牌價 另外 我要感謝 所有的台灣人 其中的一切 感謝你們對台灣 不管台灣 從過去黑暗的時期 戒嚴的連打 台灣在非常恐怖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海外鄉親 對台灣不抵不棄 支持台灣的民主運動 因為由海外 台灣鄉親的支持 對台灣的熱血熱愛 我想採援今天台灣的民主成就 所以今天一開始 我要謝謝 我們帕克福樂跟安德瑞教授 謝謝你們給我這個機會 另外我一定要可以感謝 所有台灣的鄉親 謝謝你們跟我一樣 永遠熱愛台灣 永遠支持台灣 謝謝 今天最主要有機會過去到加拿大 跟台灣鄉親的演講 都是談 討論台灣在民主發達的一些過程 但是今天沒有很多 我們國際上的貴賓 那我會認為我應該 借著我是用國家人權 我言會的討論 我是認為 我一直要告訴大家 台灣是一個 總過三數八壘建源 的一個追求自由民主 是一個漫長辛苦的道路 所以現在台灣人 我只會講說 最自由最民主 不斷的努力提升台灣的人權 這樣的一個國家 還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非常值得大家來更多的認真理解 那我今天就主要跟大家演講 大概會分成三個階段 一個階段會談 臺灣從1949年屆年代 第二個部分 我會跟大家報告 在屆年代 臺灣結束屆年代 臺灣結束屆年代 臺灣追求 人權自由民主的希望 人權的輸光 我們怎麼樣子在追求 自由民主的價值上 願意跟世界上 所謂的盟友 一起來努力 那第三 我們也要跟大家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 臺灣在追求人權這條路上 我們要建立國家 要建立一個制度 這個人權是超乎 只有人權的立場 人道的立場 對弱勢 對所有的臺灣社會 各個族群公平尊友的對待 那我是最後是跟大家這樣 對 來一個說明 臺灣是在太平洋 是一個小島 那人口兩千上百萬 那臺灣 但是臺灣在國民黨 或者是任何外來的政府 包括荷蘭的政府 日本的政府 中國的政府 在還沒有到臺灣之前 臺灣有一個最明瞞的主人 臺灣的原住民 在臺灣這個島上 至少在那裡努力 生活奮鬥 超過了六千年 但是過去六千年以後 我們過去的四百年 臺灣立揭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荷蘭人的統治 中國的統治 日本的統治 一波又一波 對臺灣的摧殘 當然在摧殘之中 也帶來一個各種不同的 東方的文化 西方的文化 文明等等 所以讓臺灣形成是一個 多民主 多族群 多型文化 臺灣是一個非常特寫 美麗 珍貴的報導 我在這裡 尤其是今天到加拿大 來跟我們所有的加拿大 的鄉親學者 包括來送你 我在這裡 一定要特別提到 臺灣和加拿大之間 有歷史的情感 有歷史的情感 那我想在這裡 我們有一個在安大街省出身 在臺灣加副都知道 就是我們的馬街醫師 我想在1871年 150年前 加拿大的馬街醫師 把在加拿大的長老教隊的發展 帶到臺灣 對臺灣有非常大非常大的貢獻 他在臺灣一方面傳教 一方面他本身是一個醫師 他用照顧臺灣在公共衛生 安全健康教育這個部分 他投進他半生的努力 一直希望臺灣能夠來上 能夠更現代更文明 這不是在臺灣 幾乎奉獻於他的一生 最後他實在臺灣 葬在臺灣 現在葬在臺北當選的淡江中選 所以我會覺得在臺灣 所有的臺灣人對馬街同時 非常地改念 用馬街的名字 在臺灣和臺北 臺東 在有不同的地方 都有馬街醫院 紀念了街 感念了街 所以我想在臺灣 我們中華部政公司 用馬街的一個郵票 紀念馬街 臺灣跟加拿大有150年以上 有這種親密 這樣兩個重要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在演講的開始 我們一定在這裡 謝謝馬街同時 謝謝我們加拿大 所有的這些好朋友 在一半的四年前 你們就知道 在太平洋島上 這個臺灣 臺灣島上的所有的人民 跟大家一樣喜歡自由民主 所以謝謝馬街同時 對臺灣的同時 謝謝 我們認為臺灣最黑暗的事情 臺灣在二十四季 日本政府指引臺灣 日本政府對臺灣的指引 當然第一方面 也慢慢臺灣開始現代化 臺灣在二次大賽以後 從1949年 當時國民黨政府到臺灣 我們開始陷入臺灣 軍事統治 軍事戒嚴的非常時代 所以臺灣的戒嚴 是1949年開始到1987年 整整38年的軍事統治戒嚴 這個戒嚴的時期 是臺灣最黑暗的時代 在這個地方 在1950年代 臺灣任何人要組織團隊黨 或者有任何人的思考 跟當時的統治者不同 我想在那個時候 都是神立即逮捕做哪 那是一個台灣非常恐怖的年代 那我想就在那個年代 在1949年開始 我們因為擔任臺灣當時 也是反對應眾的郭以馨先生 因緣際會 我們同樣都是來自宜蘭的鄉親 我擔任他的秘書 所以當時因為這樣 讓臺灣我慢慢的 瞭解到臺灣的民營運動 我想這樣的一個英典際會 影響我的後半生 那我在這裡有這樣的營養 有這樣的一個機嫌 那我特別要提到 在戒嚴的時期 臺灣的國民黨政府 頒布了差不多30多項管制的法律 來限制整個憲華賦予人民 追求的自由的權利 結社的權利 包括集會 言論出版禮儀等等 所有一個民主國家 契約的決定都被限制 但是 這樣子原本 國家為什麼要戒嚴 是國家陷入緊急危機的狀況 這個國家才會陷入戒嚴 是在臺灣 從1949年到1987年 我們的戒嚴長達38年 在這38年的期間 我想由無數臺灣 追求自己的民主的人 他們不斷的認為 追求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 這是他們的基本的權利 但是他們這樣的微弱的聲音 在當時極大的統治權力之下 我想這些人 根據現在臺灣的人群的一個 具實的資料 我們當時在介入的期間 有22028位的政治收納者 這個中間有1148位 就在一個今次沒有公開示範的情況之下 被判處 私情搶劫 我想大家看到 他們在被搶劫的時候 有些人剛大學異業 可能25歲 可能這些被搶劫的人 他們只是追求 我能不能在當時的社會 我能當時不同跟統治者不同意見的 不同的書籍 可能在那個階段 都是被處於判亂罪 所以這個是臺灣 可以說是一個最黑暗的階段 我想這一段的歷史影響臺灣很大 我想臺灣經過228事件 臺灣經過白色恐怖的階段 所以臺灣人在臺灣社會 所有的一人被指引的教育 都是認為你好好的念書 但是你不能參與公共思路 你不要關心臺灣的政治 社會臺灣政治怎麼發展 你千萬不能參與 所以就等於是 臺灣的那一代 在整個白色恐怖 228事件 我們那一代的臺灣人 幾乎都會相懷 所以他的殖民 很多都是 有些都隱隱在海外 不敢住在臺灣 這個中間是臺灣人 非常心酸的一個過程 但是我想這些過程 也是顯示 臺灣也沒有因為這樣 所謂臺灣的民主運動 就退縮 我們雖然是因為這樣 影響到臺灣人參與的熱情 但是還是有非常多勇敢的人 認為追求自己的民主 這是人的基本情力 不管在任何的角落 還是有很多人 他會不斷的展出來 讓臺灣的民主運動 真的是前腹或盡 一步一步 然後再出來 那我現在在這裡 特別要跟大家來報告到 我們臺灣是在1970年 因為國際情勢的一個變化 那聯合國依據2758號的結議 所以臺灣被迫 退出聯合國 也剝得了臺灣參與國際組織 還有締結國際人權公約的資格 到現在已止 臺灣依然不是聯合國的貴的國 臺灣不能參與 所有國際人權 所有公約的地景 所以臺灣 因為聯合國2758號這樣的結議 撥斗臺灣在國際社會上所有的權益 當然 從1970年臺灣退出聯合國 所以臺灣一直存在不安 存在一個更不確立的一個收入的氛圍 但是我們感謝臺灣人民 沒有因為這樣的退休 臺灣追求是以民主的這樣的運動 這樣的民主運動 在這樣的一個氛圍壓制之下 也是不斷中間的一個擴大 我想我們在那個階段 我們的那個年代 我們認為怎麼樣子來聯絡臺灣各地 所有支持民主運動的人 辦藏所有在國外全世界民主 對你們知道 臺灣有政治化 臺灣的自由民主 還是有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之中 多放棄希望 當然我在這裡真的要表現 很多海外的臺灣人鄉親 還有很多在臺灣 包括美國加拿大 日本歐洲 很多國家在臺灣的留學生 很多外國通訊社的記者 他們在臺灣都是同窮關心臺灣的民主運動 所以不管是這些留學生 還有記者 包括天主教的教會的神父 包括臺灣基督教 包括古老教會的牧師等等 都是參與協助我們這些民主運動 協助把這些臺灣民主的信息 傳遞到國外 這個就是臺灣民主的效果 也是臺灣民主非常重要的種子 所以真的謝謝所有臺內外 支持臺灣民主運動 很多鼓勵的影響 很多人可能現在不在 但是他們對臺灣的貢獻 臺灣人對它 永遠的感念 謝謝 那謝謝 我就要再來報告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臺灣民主運動 就是臺灣民主運動的另外 除了1947年的二八事件 那是一個公開公黨 把一代的經驗 經驗全會消滅 那1979年 臺灣民主運動另外一個轉捩點 就是美立島事件 高雄事件 1979年的年初 美國跟臺灣斷交 跟中國北京政府建交 那引起整個臺灣人民非常大的恐慌 口懼 但是另外一部分 臺灣人民透過每次的選擇 對民主運動的一個陰切的奇葩 又比以前更強烈 所以我想在那個時候 在1979年那一年的12月10號 就是世界人權日 臺灣當時的美立島雜誌社 藉著世界人權日 在談臺灣的高雄 我們舉辦紀念世界人權日 然後所有兩萬多名參與 紀念世界人權日的高雄的鄉親 我們邀請臺灣應該要進行改革 落實民主憲政 保護所有各種弱勢的人權 勞工的人權 原住民的人權 讓臺灣的社會更公平平等 我想一定這個社會 一定要有正義 所有的執政政權一定要正義 但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 不願意接受臺灣民主化 所以他們當時就派出軍隊 直接鎮壓 所以就當時保持精進人民三方的衝突 然後可以說是國家的暴力 直接鎮壓臺灣的民主運動 所以十二月十號世界人權日 就是發生高雄事件 原理大事件 十二月十三號開始 國民黨政府在臺灣 就是立即進行大白捕 今天所有參與民主人士都被白捕 將近一百多位的人士之中 有八位是要接受金氏神奈 金華神奈 他們罪名是 陳致判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 唯一死刑 起訴 在這位八位之中 我是其中之一 不過我因為當時國際上 很多人權團體 甚至自民主國家的政府 都非常關心臺灣的民主運動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們如果美麗島事件 是一個反對政府的活動 是一個叛亂 那他要求臺灣的重點 應該公開審判 過去在臺灣 同一黨對臺灣的統治 所有的監視審判 都是秘密審判 秘密槍捷 秘密逮捕 秘密逮捕 但是在美麗島事件 在國際自由民主 包括全世界的壓力之下 要求臺灣的重點 一定要公開審判 為什麼這樣的訴求要求 可以公共黨政府 不得不然的接受 因為1979年的12月13號 美麗島事件大逮捕 1980年就是我們被逮捕的 隔幾個月的那一年 1980年的2月28日 美麗島事件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導人 林毅全律師 他們全家發生贏家選案 全家基因母親 三個女兒都被殺害 母親殘死 兩個雙胞胎殘死 然後唯一 林患君幸存 活著 這件事情 精度還沒完 這件事情 對臺灣也是一個非常 嚴肅嚴重的衝刺 所以當時的國民黨政府 在國際的壓力之下 他接受一定要公開審判 所以當時美麗島事件的公開審判 所有精華審判的每一個人 在法庭上所講的每一句話 他所有的主張訴求 隔天所有的報紙 一字不論 所有公開審判出來 這是臺灣全首未有 從來沒有這樣的狀況 大家對美麗島事件的這些人 的主張才瞭解 他們是不是一個暴力分子 還是他們主張臺灣應該要改革 他們主張臺灣應該 國會要全面改選 國會定期改選 這是很自然 但是臺灣特使的狀況 在國會立法院裡面 就是有大部分的人 他從中國道路輾轉到臺灣 他終身都不用改選 都是立法國人 只剩下臺灣少兵分 真正能夠代表民意 所以我們要求國會全面改選 當時美麗島的主張 要求開爆黨禁 開爆報禁 要求總統直接民選 我想這些都是一個民主國家 非常正常的訴求 但是在1980年的監視法 等於是被判斷 層次判斷的條件 第二條第一條 我一一死刑被審判 不過最後 在國際的官簽壓力之下 美麗島事件我被判刑12年 判刑12年 我看我坐牢6.6年 1980年 我被我出議 出議以後 我想剛好 臺灣在那個階段 要組織臺灣戰後 第二次的一個團隊團的成立 第一次是雷正先生的中國民主黨 雷先生 雷正先生跟當時很多臺灣的精英 有本省的精英 外省的精英 當時組織第一個團隊 功敗成成 雷先生做了10年 雷正先生他是在國民黨 非常重要的人 依然被擔任 坐牢10年 我們在1986年 成立 臺灣真正的防備黨 就是民主進步黨 能夠組織成功 在第二年 臺灣1987年 才真正警除建議 總項民主的達到 我想這是一條非常慢的命 那我想我在這裡 要跟在場所有的貴賓好朋友 用這一張圖來寫字 我們認為臺灣 跟國際人權的發展 在戒嚴的時期 這個中間是背道而馳 從這一張圖 我們可以看到 上台是國際的七次 在1949年國際社會 有建議二次大戰 大家的歡喜 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先鳴 他們包葬人類社會的基本人權 那其他國際人權公約 也開始陸續的發展 從公民政治權利 經濟社會文化的權利 開始發展到不同族群的權利 包括父母 兒童 身心障礙者 但是在這個階段的同時 在下台就是臺灣 臺灣那個時候 由南處在戒嚴時期 卸收基本人權 破壞政治化 所以臺灣內部的狀況 跟國際人權的發展 完全不同 但是民主的潮流打不住 雖然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 這種以國際人權 在自股民主的追求上 我想沒有人能夠 置外這些這樣的一個民主搭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臺灣1987年解除戒嚴 然後所有當時美立黨事件的訴求 脫背事件 包括1991年臺灣的脫背 全面改選 1996年臺灣總統直接引起 2000年總統選舉 第一次政黨合起 陳水扁總統 陳水扁美立黨事件的理事 當時的總統 美立黨事件當時的政治犯 李秀蓮擔任副總統 所以從這個時候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 臺灣的社會運動 從此活潑的發展 那我們接下來 也在這個時候 來跟各位關心人權的好朋友報告 我們在國際上 1993年 關於國家人權機構地位的原則 在國際上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發言原則通過 在聯合國的法會通過 他強調 國家人權機構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他必須是多年賺者 同時是要具有獨立性 所以加拿大是在1977年 就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在1990到2009年國際上 國家的人權委員會的成立 在全世界各地幾乎達到最高的後面 那臺灣的民間社會 在1999年就一直呼籲 臺灣的政府應該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但是在這個中間 到了2000年才成立 2000年才成立 所以在聯合國 我們在這裡要跟大家說明 在聯合國會員國要通過簽署 加入或者批准國際公約 再將批准書或者加入書 送交這個聯合國秘書長來存放 國際公約就可以在國內具有效力 但是聯合國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的臺灣 我們自願一直追求 厭力遵守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劃 我們以制定定定施行法的方式 讓人權公約在臺灣得過落實 這個就是我們用臺灣的模式 能夠加入國際人權的系統 臺灣的模式在這裡特別要強調 臺灣我想我們目前有公正公約 就ICCPR 金色武公約 ICPSCR 消除對付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還有兒童權力公約 身先障礙物權力公約 我們採用國內法的方式 讓它落實 來消除一切種族歧視的國際公約 ICPSCR 國在1971年 臺灣退出聯合國 就已經存放在聯合國 所以我們得以在國內 它自動有它的法律化 法治化升降 雖然加拿大跟加拿大相比 我們落實國際公約比較晚 但臺灣榮然願意遵守國際人權的規範 來彌補現行憲法跟法律 對人權保障的不足 所以這就是臺灣的模式 我們就是國際公約在地審查 另外我們也依照國際公約它的內容 提出國家的報告 國際公約的一個審查會 也提出他們自己的評審的報告 雖然我們無法出席聯合國調的機動 來進行審查 但是在臺灣 我們採取邀請國際人權公約到臺灣 來作為一個參與我們的一個審查報告 譬如我們去年在2020進行兩公約 還有CRPD的國際審查 另外我們的CRC系統的國際審查 明年我們會進行ISER的一個國際審查 ISER的審查 其中有一位來臺灣的國際審查專家 就是來自加拿大 所以很多的國際人權專家 都是非常贊取這樣的一個模式 能夠更能夠讓國內的民間團體 公民團體他們直接參與 他們能夠提出不同的意見 讓專家提出更詳細更精確的建議 能夠讓臺灣更進步 人權上能夠更落實 所以我接下來要說明 再有用一張圖表 這個圖表的下表是 臺灣從捷緣以後 隨著民主跟自由的發展 政府跟民間一起努力 我們展現出它的韌性 讓臺灣人權支部 跟國際人權的規劃 能夠相符合 來增進跟人權體系監管 那當然最重要 我們到達最後的一個重要的階段 就是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成立 在2016年臺灣選出第一位的民間總統參與 在2019年的12月10日 世界人權聚 國家人權委員會 在立法院三名通過 2020年8月1日 是臺灣援助民主日 正式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我們肩負來促進保障人權的工作 那除了我個人之外 我們其他九位委員 人權委員 都來自於不同的人權專業的背景 包括身心障礙 父母 兒童 勞工 司法 嚴助民主等等 我們最重要 國家人權委員會 我們必須朝向 復合巴黎嚴則的國家人權的機構 那臺灣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臺灣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職權 它最主要就是要促進保障人權 我很簡單跟各位報告簡單 譬如第一 我們調查涉及酷刑 侵害人權的包括歧視的事件 第二 我們推動國內人權文書 國內法化 讓國內的法令跟國際人權的規劃 像如何 第三 我們針對各項人權公園規列 我們提出我們獨立評估的報告意見 第四 我們研究國家人權的政策 並且提出建議監督批評 第五 最後更重要 我們要推廣人權的教育 讓人權這樣的理念 在臺灣社會能夠真正的落實 這也是我們認為很重要 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工作 現在我要跟各位所有歸評和討評 跟我們的鄉親報告 我們從幾個一個評評來看 臺灣現狀亂人權的現狀 那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 2023年全球自由度的報告之中 臺灣跟德國冰島愛沙尼亞 是連列 迎列全球第17名 可以說是基亞中第二名 在2023年全球網路進度的報告中 臺灣韓民第六 在冰島愛沙尼亞 加拿大 哥斯大里加英雅之後 這個部分我們基亞中第一 在死刑的部分 臺灣現階段還沒有匯阻死刑 但是很多 包括歐姆 很多的國家 對於臺灣現階段 還沒有匯阻死刑 對我們有一些不同的批評 但是匯阻死刑 怎麼樣子要形成社會的共識 怎麼樣子要跟社會對話等等 我們國家人權民會 一直努力在這個部分 在推動中 那我們認為 我們一直到現階段 我們一直在這個部分裡面 台灣從2016年曾經執行 有三例的事情 從2020年到現在 我們都是暫停執行執行 我們希望先暫時不要執行執行 然後朝著慢慢匯阻死刑 所以我們是朝著這個面外 會不會去努力 那接下來我要跟各位來報告 在性別平潛的部分 在蔡委總統2016年當選 臺灣第一位女性的總統 並且在2020年連任成功 在2019年臺灣通過婚姻平潛 同性婚姻法的法案 是亞洲第一個國家承認 同性的婚姻 到目前為止 共計有9680噸 因為同性婚討的成立 他們建立美滿的家庭 那2020年 臺灣女性的國會議員 佔42% 是亞洲第一位 在女性不會議員的比例 全選是第20年 這是臺灣在性別平的戰和努力 那現在我們認為 有一個部分 臺灣我們必須要去面對 要去努力 就是援助民主 轉移民勝利的部分 2016年蔡委總統 公開向臺灣的原住民道歉 因為臺灣的原住民 在38年的戒嚴期間 他們的以言文化歷史傳統尊嚴 在戒嚴之下 飽受摧殘 也是跟所有的臺灣大多數的力量 原住民的受害更成 所以蔡英文總統上任以後 她公開向臺灣的原住民道歉 成立原住民主 歷史正義 跟轉型正義的委員會 分成三組的一個工作 第一就是歷史的小組 就是由教育部 人民為文化部共同推動 包括我們在課本裡面 十二里的課綱 要淚入援助民主的時關 援助民主敘述的內容 要佔連來百分之十四 要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一 在過去我們看到的歷史課裡面 都是西甲錯甲的烏厚事件 醜化臺灣的原住民 這些歷史的錯誤 不能夠容許再發生 另外就是土地小組 從黨岸跟史料的爬梳 我們交叉一頓 我們援助民 很多族人的恐怖的歷史 來厘清援助民主 土地流失的構造 這是土地小組的責任 最後第三個小組 就是和解小組 就是說我們要連結官方 跟民間 國內跟國外 我們要舉辦形狠的演講 要進行社會的溝通 來促進國家的政權 跟嚴助民主對話 我想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最後我一定要說明 臺灣面對整個數十年的危險 和國內的統治 跟國際上的孤立 我們要突破各種的挑戰 真的是步步艱難 今天臺灣成為亞洲的民主國家 同時我們用國際人權公約 國內法化的方式 來擊毀國際人權的體制 未來臺灣在國家人權委員會 非常願意跟民主國家 各個國家在人權議題上 我們共同合作分享經驗 我們希望有意義的來參與國際的事務 也是在重要的就是讓臺灣參與有意義的國際事務 這也是臺灣非常重要的基本人權 臺灣不應該被剝奪這樣的權利 我們一定要請所有自由民主陣營 大家支持臺灣參與國際事務等等 讓臺灣能夠有更多的貢獻 在公共衛生 在所有人權的參與上 希望給臺灣更多的機會 那面對現在臺灣所面臨的處境 非常的艱難 但是臺灣站在民主的陣營 我們希望所有更多愛好自己民主的夥伴 支持臺灣能夠跟臺灣站在一起 能夠讓所有的很多國際的朋友知道 臺灣的民主不是天障掉下來 臺灣的民主是經過一代又一代 多少的努力募出 才有今天臺灣得來不利的民主 請大家支持臺灣的民主 給臺灣更多參與民主的機會 我在這裡用臺灣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立場 再一次對我們今天邀請我們來的 一個派遭大學人權研究天區 我們的派遇主任 謝謝你們 也謝謝臺灣的民主 也謝謝臺灣的民主 謝謝你們 讓我有機會跟大家報告 從威前走向自由民主 臺灣走向自由民主 真好艱難的路 雖然艱難 但是我們永遠都放棄 請大家鼓勵臺灣支持臺灣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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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